大家好,我是MIRROR 我既期待又緊張又興奮 因為待會就要跟CLC的Elkie見面啦 其實由她出道一開始 我就覺得她很厲害 因為她是一個小妹妹 十多歲有一個來韓國 我覺得她出道做到藝人 做到idol是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待會就會來訪問她 究竟她這幾年在韓國的生活是如何 我們現在就開始出道了 今天是MIRROR和MECK的COLLAGO 謝謝 我獲得你的力了 當然 MIRROR和MECK的COLLAGO COLLAGO 我們選我們喜歡的食物 你喜歡吃什麼? 其實我平時很少有機會吃到便利店的食物 真的嗎?為什麼? 很少會自己一個人便利店吃東西 我想吃東西我就會愛愛買 覺得反正都要吃就要吃好吃一點 都好吃 這個也好吃 你好,我是MIRROR 你好,我是Elkie 來了韓國這麼久,終於見到她 我一直看MIRROR的影片 練習生的時候就已經看MIRROR的影片 透過那些影片我可以了解到 原來都有人像我這樣 一直在這邊打拼著 然後又可以告訴我一些Tips 你是幾年開始做練習生? 我是2015年近年尾左右過來的 那個時期我剛剛開始出很多影片 你就剛剛那個時期可以 始創期的粉絲 好感動啊 其實我知道你的時候 就已經是你準備了為CLC出道 才知道 原來你之前在香港做的童星 以前做童星的經驗 對你在韓國有什麼幫助嗎? 有,有,真的有 起碼我不會害怕鏡頭 對鏡頭的敏感度是比其他人更高 但為什麼你會想過來韓國做idol 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韓國有這件事? 大約2009年 2010年開始喜歡KPOP 那時候就不知道有什麼途徑可以過來 我覺得他們可以在舞台上 又很漂亮又很Pro 一直就覺得我都很想這樣 但是到2014年 因為我覺得自己再不去audition的話 我就會老了 你這麼年輕就知道 再不就會後悔 那時候我搜尋很多東西的 我看到大家各公司的練習生都已經開始是十幾歲 十三歲 我再不去我就已經 即是我去到 我就算比我過得來 我也出不到道 這麼小就知道這麼多 我超後期才知道 可能我本身對KPOP有很多關心 我本身是因為喜歡韓文 我本身不喜歡KPOP 根本不知道KPOP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是Cube 但是我當時是看到CLC已經出了道 那時候所以我是想 還是我不要去呢 因為如果我過來 CLC已經出了道 即我要等下一隊 即我又要再等三五年 我是覺得 唉沒什麼害怕 始終有一個夢想 來闖一下 試試學東西也好 但是過來之後 然後見到我表現好 然後公司就決定 你進來做練習生 對你出道的期間是多久 五個絕六個月 唱歌和跳舞 你之前已經在香港有學過 還是過來的 跳舞可以說有學過 但是不是說Cover那些 我是會自己興趣有跳的 還是說我是不是真的 有很專業的學過跳舞 我又不是 然後唱歌 當然完全沒有學過 來到這邊 我覺得韓國公司很神奇 就是我後面問他們 為什麼會選我 因為我覺得自己 唱歌跳舞又不是說 特別厲害 然後他們是說 他們就算知道你那個時候 不夠技巧 他們聽完他們會覺得 可以訓練的 實在真的很專業 其實六個月是一個短時間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太快就出道 你自己會不會想 可能要訓練一兩年 你等自己的基本 再紮實一點 再出道會比較好 我就不會這樣想 不會有準備好的一刻 出道之後 還是會一直進步 我自己覺得 以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出道之後 我進步得更加多 出道之後 你才知道 我原來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是不足 因為你練習生 我只會覺得 我只想出道 出道之後 你就是 我要成為一個 出色的藝術 還要求自己更多 實戰經驗多了 始終又是另一個層次 立新的時候最辛苦 有沒有什麼 或者最不習慣的 最辛苦 比如你說韓文 是過來才學的 會不會可能是 因為韓文 分享一個故事給大家 開始來到韓國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個感覺 學一個新的語言 你會忘記自己的性格 你 懂得說的東西 只剩下幾句 因為我來到韓國 我才發現 原來自己 其實不是一個 小時候 可能會覺得自己很粗勞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來到這邊 我才發現原來自己 是很女生 因為我覺得 我找到自己 一開始來到這邊 我會說的話 就是 如果不是說 真的很嚴重 其實我 什麼都可以遷就別人 所以我說 緊張了 然後突然有人 你跟我說 你不要再演戲了 真的 我是嚇倒 我不是故意要討好誰 而是 我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 人家就覺得不可能會 或者是否因為 可能是語言的關係 然後你那時候 又未必可以 100%表達到自己想說什麼 加上你本身性格 真的沒什麼所謂 你就用一個隨身 沒什麼所謂的樣子去私人 但是誰知道 別人就會覺得 沒錯 你為什麼這樣做 那時候練習生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 突然嚇倒 然後生錯都怕得 有些小誤會 分享一個故事 我練習生的時候 特別喜歡吃這個 然後我會買大合裝 偷偷地放在我們的鎖 因為我們是閉路電視 所以躲在那裡 一打開鎖 然後拿一包 然後就在那裡吃 或者拿著去廁所吃 好可憐 我記得很好笑的是 我一進來公司的時候 我跟公司說 我 絕對不會吃沙律 其實他們都沒有特別要我減肥 他們什麼都沒有說 但我事先跟他們說 然後我想他們那時候應該會覺得 這個女生怎麼這麼大膽 就是沒有一個人夠膽這樣說 但是我就跟他們說 我會用運動來減 我不喜歡吃生的菜 那時候我會做三次運動 練習生的上班時間是1點到10點 1點前 就是可能10點到11點 我就會上公司去做一次運動 先回宿舍吃東西 吃完之後 然後1點的時候再上班 其實我們那時候 有限5點去吃飯 因為5點一起吃飯的話 之後我就會沒有時間 可以用那個健身室 所以我就4點就要吃飯 然後5點就自己做運動 然後10點大家下班之後 我就會留在那裡再做運動 1點到10點的話 他會有安排上課時間 就是會有中間有空的時間 你就會自己安排自己練習 或者什麼 止控能力也挺重要的 嗯 你出道了幾年了 你覺得出道之後有什麼 有什麼辛酸事 其實我是一個停不了的人 所以我覺得要我停的時候是最辛苦的 一段時間活動期完了 那我們會有休息的時間 那段時間對我來說是最辛苦的 而且因為Comeback又不是一個 穩定 不是一個指定的日期 沒錯 是公司安排的 是 那你休息的時候會做什麼 做運動 我會安排自己上很多課 不單要我 可能我們成員都會 上一下語言 運動我會做很多種 我覺得做運動做幾種會好一點 所以我外面都會上很多不同的運動課 還會跟我一起作曲的partner 一起作曲 就是你會在空白的這段時期去充實自己 填滿它 現在你出道多少年了 四年 四年多 你覺得跟你本身想像的idol生活有什麼不同 年代一直在變 可能我看的是少女時代 她們的時候真的限制了很多限制 但其實現在的idol是比較上3D 例如當然減肥這個客戶 不會逼的 對它不會逼的 是否只是Cube是這樣 不是 其他公司都不會怎麼逼的 看我的朋友 就是看你們自不自己選 自律 如果你不選 你就很肥的出現在鏡頭 就是你自己 對 就是你自己上鏡的時候 你要自己承受那個 我們是中間那批 就是現在最近出道的idol是 可能他們一出道就會有電話 但是我們的時候一出道是沒有電話 過了兩年多 你剛出道那兩年是沒有電話 但是你練習生的時候呢 有但是不可以有電話號碼 你上班的時候是不能用的 是要交電話 空學機 空學機就是為了讓你可以上網 就是你回家可以用wifi 但是不可以跟人聯絡 聯絡的話 就是會有很多sns 會有很多方法 對都可以有方法 但是就 你一說你沒有電話號碼 你沒有電話號碼 你申請不到卡扣托 就是 你只可以 發電郵 現在那些真的很羨慕 他們一出道就有電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融入他們的圈子 還有CLC本身都已經存在了 那會不會覺得 他們可能不侵你玩 或者很難適應 一開始就已經很歡迎我 他們聽說有一個女生要加入他們 然後他們看到我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 噢!OK! 就是我每天都是 緊張緊張緊張 完全沒有說對我怎樣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就是你看到現在 我們對那些姐姐們 以前一開始他們想扮 有權威 所以呢 他們跳過的舞 那我都要學 全部都 一整天就是 他們會看著我跳 然後呢明明角度是一樣的 他還是要說 你在這裡怎麼不一樣 然後我就 啊! 嘞!嘞! 就是他們純粹是 就是想嚴格一點 嗯 就是免得你新人 你進來就馬上會怎樣 不過就 不過就 是 不過OK 我們現在相處很好 一個就是唱歌 一個就是 拍片拍劇 3 2 1 你先說 唱歌是我的興趣 但是呢 我唱歌又不是特別厲害 再鑽研下去 應該沒辦法可以去到一個 就是只會令我壓力越來越多 就是可能跟朋友們唱K 這樣就OK 但是拍片的話 那我五年前開始有這個興趣 到現在我也是拍片 嗯 那就是 這個真的是長期的興趣 真心喜歡的 拍劇拍片 我很喜歡 但是始終現在 最主要的職業就是唱歌 所以就 一樣的原理 我專門更多唱歌 先 先 但是現在是拍劇出身 對 有時間的話 你會選擇 躲在家還是戶外活動呢 3 2 1 躲在家 啊 我是完全 極怪的 原本的話 可能我一定會選擇戶外活動 但是最近我覺得呢 不知道是否真的 很小的 現在 躲在家 躲在家也挺舒服 我明白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年紀很差 你再說幾年呢 你應該會直接選擇一個 就在家 嗯 如果幾年前的我應該都會選 戶外活動 但要看有什麼戶外活動 對 曬太陽那些我不行 我也很不喜歡曬太陽 室外的咖啡樓一天可以的 但是 跑景點那些就不好了 但是年輕的我又好像會跑 那要你們選一個地方 一個就是 弘大 或者是江南 你選哪個地方 江南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是讀西江 是新村的 所以我的活動范園一直都是麻袍區 所以我對麻袍區比較熟悉 然後 所以 我一直都沒有特別想去其他區 有去的 但不是特別大興趣 加上熟悉的關係 所以你覺得什麼都遷就 還有我覺得韓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每一區 譬如都會有Daiso 有些Mandmark 基本上不用特地出去買一個 去買某些東西 加上我的朋友都是住 即首爾來說 我的朋友都是住西邊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不會去 對 我覺得它已經解釋完了 是 因為我一開始來我就是住青壇 江南區 就是包含青壇 然後我公司自然也是那邊 就算我現在搬了去 去城東區 但是我也是會 因為我朋友也是住江南區這邊 那我就會經常來找朋友 以及已經習慣了江南區的那種 風情 所以我也是活動範圍就是江南區 所以你是不是都少來弘大 很少 因為那邊的話 坐車過去很遠 我們都會覺得去江南區很遠 對 通常就是直接約朋友 直接在餐廳裡 點到點見面 富山還是在濟州島呢 三 二 濟州 我好悲傷 我兩個地方都沒有去過旅行 我只是去過工作 幾秒內我在想很多 濟州島 但是富山有海 很久沒見過海 濟州島整個都是海 對 但是濟州島要特地坐飛機過去 很麻煩 但是你知不知道去濟州島會快 去釜山的 你坐KDX也要兩三個小時 對 但是你坐飛機一個小時 對 快點check-in時間 你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去到濟州 濟州島 快 泡菜還是葉蘿蔔 葉蘿蔔 葉蘿蔔是哪種 chikin wu chikin wu chikin wu 但是你chikin wu 你只吃chikin的時候才吃 對 但是其實我不喜歡吃泡菜 我真心不喜歡吃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有些泡菜 好吃有些好吃 那些什麼物質呢 比如那些超清淡的那些食物 通常旁邊的泡菜都超好吃的 我真的喜歡吃那些 泡菜為甚麼 泡菜為甚麼 兩樣都是一半半 看看是甚麼品牌 不是這種 為什麼你會選擇 泡肉還是泡腸 3 2 1 泡腸 泡肉 我們真的不會打架 對 但其實我也喜歡吃的 只不過是 對 我也喜歡吃的 假設我要每天吃的話 那會烤肉 你覺得烤肉 你烤肉可以每天吃嗎 你覺得 可以的 不行 我不行 而且肉的種類很多 腸的種類都有很多 有麥撐 焗撐 鐵撐 我看到了 你烤肉可以烤羊肉 烤牛肉 烤豬肉 烤豬肉 烤雞肉 還有三活醬魚 你們要選甚麼 3 2 1 醬油蟹 醬油蟹 沒有人可以取代 但是章魚可以被取代 如果你們選這裡有 黑餃和燒賣 那你選 哇 你看左手和右手 我招手 我招手 OMG 黑餃燒賣 1 要答 3 2 1 黑餃 應該說我一直以來 都是覺得自己喜歡燒賣多一點 但是呢 你在想 黑餃沒有又不行 哇 我喜歡黑餃的皮 是啊 即是那個米蘭米蘭 最激的那個 那樣東西 很認識 黑餃燒賣本來就是一個組合 你不可以分散它 現在就是 所以一是叉燒包 一是菜肉包 一是菜肉包 你們要做甚麼 3 2 1 菜肉包 Oh yeah 沒有叉燒包 嗯 是啊 可能是這樣說 香港的便利店 和香港的便利店 5 2 1 香港太久沒有吃過香港便利店的東西 我會想著香港就是很基本的 朱古力奶 在這邊 近的嘛 近的話經常吃到就 充滿回憶的東西太多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我在香港 反而我少吃便利店 但我來到韓國之後 因為可能我一個人住了這麼久 都很少吃便利店 然後我覺得 那些炸雞很好吃 首先 蒸翻熱來吃的那些種類 我覺得多款很多 而且我覺得是適合我的口味 所以我喜歡吃 都適合你 但是我覺得韓國零食就適合 可以成為我的午餐或者晚餐的東西 我覺得有很多 好了 所以我們就準備了一些便利店的食物 想介紹給大家 剛才我跟Elkie去便利店買回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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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推的 我真的沒吃 這是泡菇 它不是泡菇 但是 因為它好像泡菇一樣很細 所以它泡 它好像炸雞味一樣 就是有少許燉炸 通常拿一堆 然後 炸更香味 但是 也挺像的 這個我也很喜歡吃 這個也是我們成員的選擇 它的蒜蓉包味是很好 很好吃 很好吃 吃蒜蓉包的味道 可能有脆脆焦焦的香味 它有 這個味道很高分 好像它的照片一樣 這個我會 整天買來吃的味道 這個是觀光客 一定會知道 而且一定會買回它的手信 哦真的 基本的誇張 只看它的樣子 我覺得有少許像雪糕桶 好 好 有吃過嗎 嗯 推介食物 好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見 哈哈 這個牌子的其他果汁 就是偶爾會喝的 但是 看到它說補這個 骨膠圓 大家看看我回歸的時候 皮膚有沒有好了 哈哈 這個我也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韓國的飲料 都很甜 就是你想想一些很清新 很乾淨的飲料 但是又想要少少甜的時候 我就會喝這個 檸檬茶 它寫明是低卡路里的 但我不管這些 各位想喝低卡路里喝水 嗯 我覺得很舒服 這個也是果汁 果汁我也是喝過其他味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一種 就是 石楼很推的那些 骨膠圓產品那些 那種飲品的味道 就是一模一樣 這個是巧克力餅乾 這個好像韓國人很喜歡 是啊 這個是基本 我自己喜歡把巧克力冰起來吃 就是通常 在一些地方 會很基本的給 你還是 對你來說有什麼回憶 有沒有回憶 我們活動的時候 很喜歡買很多零食放在車上 可以嗎 不是要保持身材 動一動就會跟經理人那個說 啊 低血糖 挺好吃的 嗯 全部都選得很好 我推薦大家吃 你有沒有吃過 我不肯定 它不是妹妹的芝士嗎 芝士一定沒有人不喜歡 是 你小心滴生 如果它是剛剛定義的時候 應該就 會有少許流出來的感覺 但這個真的極度推薦大家 一定要買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韓國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來韓國 早日來韓國和我們見面 真的沒有吃過這個 嗯 這個是捲餅 捲餅 捲餅 然後這個味道 它裡面包著滿滿的牛肉 芝士 還有我猜是菠菜 我是不小心吃到它 有一次超趕時間 想著隨便買東西吃 然後叮一叮三秒 然後吃 然後哇 它滿滿的芝士爆出來 嗯 從那次之後 一直都記著它是好吃的 嗯 拉不到 嗯 嗯 嗯 其實它有點像 古堅韓度的鹹 嗯 但我很喜歡它的皮 皮 因為我很喜歡煙韌味 嗯 就是蝦餃的煙韌 放不出原因 它有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味道都好吃 嗯 你試一下 它的味道也好吃 那就是所有的杯麵都可以 放涼水 然後它冰就會變成 煮公仔麵的質感 嗯 軟一點 軟一點 平時那些人會放熱水去 直接煮 嗯 但不是 是放涼水 然後放在微波爐裡叮 小杯的呢 就叮一分半 大的 叮兩分鐘 這樣呢 它就會變成你平時 煮即食麵的那種 質感 嗯 它味道很重啊 嗯 好吃有點軟 但我們拍了那個 微波爐的方法 這個也推薦大家可以 嗯 你試一下 嗯 它比新娘更多 是 你不說嗎 我不肯定 那最後不知道 你會不會有些什麼 小 心得 分享可以給觀眾 如果他們是想過來韓國做idol的話 有些什麼的 小提示 不要過分打扮 然後去audition 嗯 你打扮極 別人不是看你化妝的樣子 它是要看你本來 總之就是要表現真正的你自己 不要說想著去做些什麼 我覺得我很幸運 一件事就是 什麼都不想就這樣去 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這樣反而會最好 所以表現最真實的自己 然後 當然前提就是你要有這麼長時間的實力 令人覺得你是可以再賠 然後變成功 通常不會上了課才去的 所以自己盡力練好了 那就去試一下吧 但是 不要說把你的人生 只是倒在那一局 有不同的原因去想去面試 但是不要說因為我不想讀書 所以我想逃避 而是你要確定你自己真的喜歡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 將一個興趣變成你的職業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你一定是你喜歡你才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 你走走一條路 你會想放棄 堅持不到 那個反而可能是比不做idol更深 大家加油 如果有想來韓國做idol的話 加油 那好吧 我們這個分享就到這裡了 拜拜 多多支持Elki Thank you 多支持Vira 拜拜 拜拜 Yeah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現在暫時沒有什麼 但是晚上11點也沒有 這麼晚 夜晚11點也沒有 不是啊 我們準備回歸 Thank you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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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還是再見 過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